在最新杂志大片发布会上,上演绅士西装纱的豆霄,日前穿着白色半透明外套,搭配黑色长裤,现身北京某摄影棚拍摄广告,拍了几次后,豆霄背着黑色包包,独自言坐在休息室里休息,等工作人员来来回回收拾好东西,豆霄才换上自己的一身黑衣,将墨镜夹在头顶上,与工作人员离开摄影棚,前往工作室。 到了工作室门口,磨蹭了好半天才下车的豆霄,独自言拿着手机站在墙后打电话,掌完电话,豆霄走进工作室,与一堆工作上的小伙伴坐在一起谈事情。 虽然豆霄因为背对的镜头看不见脸,但是看其他人这严肃的表情,就知道这次的会议很伤脑筋了。 果不其然,与众人撩完转身离开了豆霄,拿着手机快速坐上车就离去了,一刻都没有多停留。